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五炼巅峰 第1595集 屠杀 刚才他们依仗人多 没把杨开太当回事 觉得杨开再怎么恼火 也不可能当场翻领 怎么也要跟他们坐下来 好好谈谈 但是在见识到杨开的凶残手段 和恐怖的战力之后 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个年轻的灵霄宗宗主 根本没必要跟他们谈什么 他一个人就可以屠戮了 在场的所有人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所有的绸缪和打算 都是泡影 良久 疯婆子才重重的叹息一声 开口道 江山带有人才出 我们认灾了 杨宗主 你画出个道来吧 杨开冷哼 哼 我只想知道 我灵霄宗到底是怎么回事 疯婆子扭头看了一眼四周 所有与他目光对视的 都撇开了视线 显然不敢去当 与杨开对话的人 疯婆子神色黯然 欺凉道 杨宗主 这是说来话长 但是我们 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看样子你是想挑战我的耐心啊 杨开阴邪的笑了笑 一身圣缘 又开始运转的迹象 疯婆子脸色大变 急忙后退 摆出了银笛的架势 我来告诉你 灵霄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一时 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杨开听着有些耳熟 扭头望去 正看到一个脸黑如炭的老者 从那边大步行来 在老者身边 还跟着一个年纪 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一步一驱 来到广场上 这中年人乍一见到满地死尸 暗暗惊呼一声 聚宝楼的盐培师徒 杨开与这素有老黑脸之声的拍卖师 也打过交道 知道他与钱通的关系不错 所以心中虽然依旧恼火 却也暗纳了下来 点点头道 原来是阎老先生 杨宗主客气了 阎某来告诉你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阎培老黑脸抱拳 道也爽快 当即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娓娓道来 杨开素容聆听 两年前 施灵教横空出世 势力就如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许多宗门和家族都被赶尽杀绝 连根拔除 而那些有名望的宗门 更是施灵教重点照顾的对手 在强大的武力和人数面前 幽暗星上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势力能够抵挡 影乐殿 飘渺殿 琉璃门 前天宗 万寿山 丹药门 相继被灭 死生无数 灵霄宗因为地理 位置特殊 施灵教根本拿这里 没有任何办法 杨开不在的时候 叶熙军掌管着灵霄宗 倒也没有坐视不管 幽暗星上的事情 出于道义 平凡 派遣宗门高手 援救那些宗门 叶熙军本人 更是亲自出手 只不过 灵霄宗虽然实力不弱 但面对施灵教 这样一个庞然大悟 那种支援 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不但让自身实力大损 也没能挽救回局势 最后不得已 敞开灵霄宗 接纳那些逃难的武者 杨开所感应到的那上千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来到灵霄宗的 敬了灵霄宗 这些人感觉 就像是忽然从地狱 来到了天堂一般 反差之大 几乎让每个人都欣喜若狂 在外面 他们要时刻担心 施灵教的追杀 连疗伤都没法安心 处处提防 可是到了灵霄宗内部 有三眼火环守护 根本不用操心这些 他们可以极其舒服 安稳地住在这里 就算外面天崩地裂 也不会影响到这里分毫 更何况 灵霄宗内的天地灵气 也是整个幽暗星最浓郁的 即便是星地山 也不如灵霄宗 最弱小的一个山峰 他们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 以前流烟沙地内部的情况 无人得知 但是在夜袭军 接纳他们避难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 肥得流油的宝地 这样的宝地 谁不觊觎 每个宗门的舞者 都对灵霄宗 羡慕 妒忌 仅仅只是如此 也就罢了 他们还没蠢的 刚被奸纳就翻脸 跟灵霄宗作对的程度 只不过后来 夜袭军想让他们随自己出动 前去营救旁的势力的时候 情况就有所改变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捡回一条性命 哪还愿意再次出去 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所以 没哪个宗门配合 他们反而担心 自己的态度和做法 会惹怒夜袭军 唯恐被赶出去 结果 在一番密谋之下 井先下手围墙 在灵霄宗内部 大闹了起来 灵霄宗自从收容了 新地山的强者们之后 实力绝对不弱 可是这两年来 许多高手都战死在外 活着回来的 也几乎人人带伤 实力大打折扣 哪里能敌得过 优万兴上各大宗门 高端战力的联手啊 叶熙军只能带着 灵霄宗的人 且战且退 一直退进了 流言沙地最深处 这事也就是 发生在两个月之前 叶熙军等人退走 这些人自然就 揪战雀巢 战绝了灵霄宗总舵 虽然他们也很担心 叶熙军伤是养好了之后 会反扑 但是相比较而言 他们更怕 围去在流言沙地外的 失灵脚 留在这里 最起码还能苟活下去 可要是离开了灵霄宗 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纵然心中不安 他们还是各自 占却了良好的地段 注留在了 灵霄宗总舵之中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严培老黑脸说完之后 便不再吭声了 倒是他的徒弟 那个由小黑脸支撑的 任天锐张了张嘴 辩解道 我聚保楼没有参与此事 也有一些其他的势力 没有参与 杨开看了他一眼 冷笑道 哼 就算你们没有参与 也没有制止是吧 任天润脸色一白 涅如道 我们给叶大长老报信了 那本宗主是不是 要感谢你们 杨开冷漠地望着他 被杨开那般讥讽 任天锐张嘴想要辩解 严培却举手制止了他 什么都不用说了 此事本就是我等的错 杨总主放心 老夫会带着 聚保楼的人 离开灵霄宗的 杨开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扭头望向疯婆子等人 轻笑道 好好好啊 叶大长老为人慈悲 身怀大义 却不想救回了一群白眼狼 你们很好 对面的反须性舞者 无不面色愧疚 一脸难堪 这事说起来确实有些丢人 在场的人都是各大势力的高层 是高端战力 虽然大多数都狡诈如虎 阴狠四郎 但干出这事也实在是让他们无忌自容 所以面对杨开的唾弃 他们也无力反驳什么 更怕激起杨开的怒火 惹得他大开杀戒 当下一个个都不吭声了 严培老黑脸站在一旁 感受着杨开那浓如实质般的杀鸡 脸色凝重至极 欲言又止了好几次 还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保持坚默 是谁领的头 杨开立刻一声 目光如电扫过人群 感受到那害人的气势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 下一刻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万兽山的疯婆子身 疯婆子脸色大变 忌惮地瞧了杨开一眼 杨开雷嘴宁笑 疯婆子再也不敢在原地停留 长笑一声 枯老的身子忽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朝外冲去 想走 先把命留下 杨开冷喝一声 伸手摇摇冲风婆子猛地一抓 百丈开外的风婆子 便忽然察觉到四周的空间骤然凝固 一道道肉眼都可以看见的空间裂缝成形 将它包裹在中间 如最锋利的刀剑一般朝它切割过去 杨宗主 有话好说 老神认栽了 老神愿意做出赔偿 疯婆子大声叫唤 根本没有勇气去反抗这诡异的手段 只能运转圣员 苦苦抵挡那些空间裂缝的吞噬和切割之力 晚了 杨开不为所动 空间之力再度爆发 虚空中 那一道道空间裂缝极其翁名 仿佛真的变成了刀剑 从疯婆子身上一切而过 下一刻 万寿山的这位反须三层镜强者便气息全无 整个人的身体也变得破破烂了 大部分的尸骨都被放逐到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从高空之中跌落 摔成一滩醒目的肉泥 杨开的目光投向万寿山的其他人 跟随着封婆子来到这里的万寿山高层们 脸色骤然惨白 表现不一 有人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大声告饶 有人如封婆子一样 当机立断 想要逃离此地 也有人知道 根本走不了 只是一脸死灰地站在原地 运转圣员 随时准备出手反击 而封炎更是傻在了原地 交好的容颜上满是震撼的神色 似乎直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杨修竹等三人再次杀了出去 这一次无需扬开下令 他们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实习之后 万寿山的高层全军覆没 只剩下了一个傻站在原地的封炎 四周的血腥和众多师叔们的惨死 终于让封炎清醒了不少 他郊区颤抖起来 思维一片混乱 竟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 直直地朝杨开冲了过来 口上力喝道 我跟你拼啊 杨开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也没有要阻挡或者出手的意思 站在他身后的林玉瑶跨出一步 束手轻轻一挥 一道流光自他指尖闪过 风严的美眸顷刻间瞪圆 在冲到阳开面前无障处的时候 忽然扑倒在地 洁白修长的浸泊处 有英红的血线弥漫出来 至此万寿山真的是死的一个 都不剩了 这个宗门也彻底从幽暗星除名 你不能杀我 人群中忽然传出一个惊慌失措的 大叫 老佛乃是幽暗星 最顶尖的恋断士 为人族做出过莫大的贡献 你不能杀我 杨开顺着他的声音望去 赫然发现 那说话的人 居然是丹药门的大长老李建明 他脸色无血 在见识到杨开的血腥手段之后 不禁有点崩溃 看样子这事也有你们药丹门的一份了 杨开眯起了双眼 身形微微一晃 便直接来到了李建明的面前 伸出一手朝他赵去 李建明虽然贵为药丹门大长老 但说到底 不过是个反须一层镜而已 常年的炼丹 让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 投入到武道之上 所以修为并不高 更没有多少战斗经验 杨开一掌照去 他竟根本没有要多闪的意思 只是在口中喋喋不休的大吼 你不能杀我 杨开哪会理他 直接一巴掌 就将他的脑袋拍了个粉碎 住手 一个延迟的呼喊声响起 直到李建明的脑袋爆开之后 那声音才传入阳开的耳中 扭头望去 正见到药丹门其他几位高层 冲自己怒目而视 优异于那冰寒的双眸接触 药丹门的高层们便如坠冰降 通体发寒 为首的是药丹门的另外一位长老 刚才正是他喊话的 见杨开注视过来 牙齿磕碰颤声道 杨总主 我等愿意归身林萧总 还请杨总主饶我们一命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不禁动容 药丹门虽然人数不多 但向来是极其孤傲的一个宗门 当年战天盟和雷台宗鼎盛的时候 不是没有打过药丹门的主意 想要吞并这个宗门 让里面的炼丹师为自己效力 但是药丹门根本没有妥协 所以战天盟和雷台宗 即便眼红也没有任何办法 每一年都只能与药丹门合作 提供出大量的材料 让药丹门炼制成丹药 却不像今日 药丹门的高层竟愿意 主动归顺林萧总 虽然大长老李建明已经死了 可药丹门里 还有四位蓄集下品炼丹师啊 圣王节的炼丹师 也还有十几个之多 这绝对是一股让人眼红到极点的力量 任何一个势力掌握住这股力量 都足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让整体势力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广场上的气氛 和杨开之前的手段 让人心中发寒 可当药丹门这位长老 说出这话的时候 其他人都不禁有些羡慕地望着杨开 我等愿意归顺 还请杨宗主饶命 另外几位长老见大事已去 哪还敢硬气 纷纷低下了往日高傲的头颅 表示臣服 杨修主等人眉头一扬 表情略有些振奋地望着杨开 似乎是想建议他答应 药丹门的请求 杨开玩味一笑 我杀了李建明 你们就不恨我 药丹门的几人 面色微微变了变 之前说话的那位长老道 两千择目而息 我等只是做出最好的选择 杨开轻轻地笑了笑 然后脸色一沉 挥手道 杀了他们 药丹门出人一证 就连杨修主等人都愣住了 似乎都没有想到 杨开会下达这样 冷酷无情的命令 不过他们也没有迟疑 只是失神了一瞬 便纷纷窜了出去 药丹门那位长老大呼 杨宗主 老夫等四人 可都是虚情炼丹师的水准 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楚寒一一掌毙命 药丹门的人 没有什么战斗力 杨修主等三人 根本没费什么手脚 就让他们去阎王殿报到了 不过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一些可惜的神色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作者默奥 悟行声出牵挂 共诚演绎者 张经歌舔蒙 谁祝福成又算得到吗 作者默默 冰箱的 修理 全部 想去 始终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